我叫龍武是高進的朋友 中國影視大亨向華強 跟兒子一起申請來台一親拘留 不過國安單位認為 無法排除任務性移民的疑慮 決定打回票 陸委會呢 向來都不會對個案去做評論 那我們都是尊重由主管機關 邀請各相關機關聯審 所做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大動作否決向華強父子的申請 陸委會強調不會評論個案 不過根據港澳人士不得來台的拘留規定 只要重施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 或者危害國家利益以及公共安全 或者重施恐怖活動 參加或資助內亂外患團體 恐怖暴力非法組織 以及有涉嫌重大犯罪 或有犯罪習慣審核 都不會通過 國安統戰 這個都是很佛服的概念 國安這兩個字 真的要好好的 要很謹慎的使用 稍微不勝 那麼它就變成戒嚴了 讓人家感覺台灣就不是 民主的國家 民主的地方 其實以前他就曾經申請入境 被拒絕過 這一次的審查當中 有一個理由叫做 中共的任務性移民 這個部分的考量是正確的 那未來在審視相關的案件的時候 這一類型的中國共產黨任務性的移民 或移居要考慮在內 而最被台灣民眾熟知的 就是他在電影《賭神》系列 扮演保鏢龍舞 不過現實生活中 他還是擔任中國新集團主席 事業橫跨中港娛樂產業 除此之外 父親向前 更是香港黑幫 新一安的創始人之一 兒子向左 也是共青團組織成員 向家跟中國切不開的關係 這個政治考量 也讓父子兩想一親移民 難上加難 歡迎新聞光源廷 林凱倫特別報導